这个高难度瑜伽动作 叫做分腿侧手乌鸦式 需要有强壮的核心肌群 跟肌耐力才做得到 示范的轻松自若的 是瑜伽老师张家桥 来自越南 在台湾生活20年了 其实十年前 她还是一个在法郎工作的美法师 会一脚踏入瑜伽世界 背后是一段 有关女人的坚韧故事 我本来就是想要回越南生活 但是因为舍不得两个孩子 所以说我就继续留在台湾 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张家桥接触到瑜伽课程 意外地找回了久违的心灵瓶颈 不断苦练下 终于在2012年取得瑜伽诗资证照 从此开班授课 也扭转她的人生 当时就是去考试诗证照 是因为我想说 将我自己提升一层楼 因为我本身身诗 是我要求的蛮高的 我想说提升我自己 然后我希望更多人 就是肯定我 而不是自己 我自己在肯定我自己 平时沉浸在教学世界里 张家桥的生活重心 除了瑜伽 就是一对宝贝儿女 我觉得我的妈妈 是一个很漂亮 然后又很有自信 然后学东西都很有毅力的 一个妈妈 她明明可以回去越南 然后可是她都没有回去 就是为了要我们两个都在台湾 然后可以健康地长大这样 为了两个孩子 张家桥不管面临离婚 或运动伤害 都重新站了起来 对她来说 能守护着孩子 就是无怨无悔的幸福